CLEAN BEAUTY 哈囉 大家好 我是Mia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是CLEAN BEAUTY的妝 然後就是長這樣 那什麼是CLEAN BEAUTY CLEAN BEAUTY是在2010年代開始流行的 那一剛開始是從GOOP跟其他類似的媒體開始做推動 那GOOP就是小辣椒葛尼斯派特洛創的一個公司 那一剛開始她好像是先創立一個Blog 好像是Blog 然後開始分享她的生活理念 然後發現很多女生其實都會 對她的想法跟理念都很有興趣跟共鳴 然後她就開始推動一系列的想法跟創意出來 之前有在我自己的IG的Story上面分享 就是她在Netflix上面有出一個頻道 然後也是還蠻多蠻特別的東西出來 就是一些想法 她的主題都比較像是健康啊 養生之類的議題 那我覺得她蠻有趣你們可以去看看 2010年到現在已經2020了 那你們可以發現其實很多有級的品牌一直在擴張 很多品牌開始去做不做動物實驗 或者是素食彩妝 就是由此可見很多女生 甚至是這個社會她已經開始在對很多的環境啊 跟社會議題去做主意 當Clean Beauty越多 就代表其實她對於產品的標準是越高的 就是你會去開始去針對她裡面的產品 是不是真的有級 或者是 或者是真的是不做動物實驗的 那相對的現在也會有一些國際型的症 去幫大家解決這個問題 之後有機會我可以再做一則跟大家分享 你要怎麼去找素食彩妝的品牌 那我覺得其實台灣到現在其實還是沒有到非常普及 因為那時候我去法國的時候看到 Another Story 他們家有一區是專門做有機彩妝的 就是它其實有本線是在做一般彩妝 它另外一線的彩妝是有機彩妝 那它80%是天然的成分在裡面 我覺得無論它裡面有機的成分的增加 它必須要提供另外一個市場給素食使用者 我覺得這是蠻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代表我們女生現在已經慢慢的開始注意到 你用的東西是什麼 然後你要選擇要用的東西又是什麼 國外在很久之前就已經有了 然後其實就有聽說過 國外的藝人他是會要求他的彩妝師 他用的東西全部都要是素食彩妝 然後素食保養 其實就是Clean Beauty 這時候看到的時候覺得蠻有趣的 因為台灣那時候是完全沒有 好像只有The Body Shop有 那The Body Shop現在不知道 我好像也沒有去逛 台灣可以選擇的還蠻少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現在手邊有的妝 那我們就來開始吧 好然後我就翻出來我有機類的化妝品 做動物實驗的然後素食的彩妝 重複性比較多的是口紅 底妝類的就真的很少 這次翻出來的是這一些 那我盡量不要拿到通個品牌 然後重複的產品 那他們家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我會去找我現在手邊有的東西 他們家是不是做動物實驗 有一區是專門for 你如果是素食主義的話 你可以用這些產品 然後我就發現我買的東西 底妝類剛好有 就是他們家的口紅啊 唇線眼線也都是 然後我先上打亮 這個打亮我覺得 比較不一樣的是 它的打亮打起來 比較像是你皮膚的柔嫩 就是很像你剛上完保養品的那一種 那一種亮度 所以它不是那一種 會太 太誇張 或者是太舞台的那種效果的量 它就是很自然的內斂 然後你本身皮膚的光澤度 上完保養品皮膚的那種光澤度的感覺 所以上完全臉啊 它不會讓你覺得 很像出油的那種感覺 它就是很像你皮膚 你的皮膚然後你敷完臉了 然後上完上足保養的那種感覺 其實就是很像你洗完 你找皮膚會這樣亮亮的 這個我還蠻喜歡的 這一罐啊其實是 第二罐了 然後因為之前有摔破 就是在IG上面有 痛哭一下下 那時候好像是拿1號 然後那時候冬天1號 我覺得有一點太 有一點點太黃了 然後我就想說 我這次來試試看0號 看會不會剛剛好 結果又太白了 今天的妝就是也是很自然的 底妝如果是旁邊 瑕疵沒有到很 沒有到很嚴重 或是有嚴重的色差的話 我全臉我會習慣 上完打亮 像這種亮一點點的粉底顏色 我會打在中間的區塊 真的我的黑眼圈還好 眼周這邊啊 因為它顏色是比較粉比較白的 所以我不建議它要上到眼下這邊 這邊另外要做遮瑕 所以像你要用這種方式去打底妝的話 可能像這種方式就是要避開眼下會比較安全 它的質地很像奶油肌的感覺 就是出油之後反而很多人會問我這樣是用什麼 它會有一種就是一層奶油在臉上的感覺 但是又不會太有妝感 因為說真的皮膚比較沒有瑕疵的人 反而比較難去掌握底妝的量啊 或者是很容易會有妝感 我會先從兩側開始輕輕的 其實打我用很黏的方式 如果是慢動作的話會比較像是這樣子 去把它推開 但是當下看的話你會覺得很像是用壓的 然後有另外一種方式是用 真的是把它壓進去的 但今天這種質地說真的 大部分的底妝都是要用這種 用怎麼講 這樣要拋光嗎 就是用那種拋的方式 就是讓它把粉底打進去 你的底妝才會漂亮 眼下這邊就是要有一點避開 不然你如果從這邊開始就灰掉的話 其實等一下遮瑕你反而會很難遮 然後邊邊啊就是真的要再把它推出來一點點 好 眼下遮瑕我今天會用伊莉亞 大部分人應該都會知道它 因為它前陣子還蠻 算是造成旋風嗎 就是文青式彩妝 然後大家其實對它的印象就是有機 就是低致敏 然後不含動物食鹽 所以其實 我覺得現在大家對於環境的意識會比較抬頭一點 所以當 比較內涵一點的品牌的話 他們其實現在還蠻多女生會去追求的 他們會在意這個議題 然後他們會去追求 這種對環境的選擇吧 然後要小心 因為底色已經比較白了 這個遮瑕我覺得用海綿用還蠻適合 我反而覺得它用刷具會 不知道啊 它會有一種厚重感 反而我覺得它用海綿跟手就很適合了 就是還蠻符合他們家的形象的 嘴巴好乾 我最近這個 是 Auglin的護唇膏 然後它是松本清代理進來的 它是國際的有機聯盟認證的 這個聯盟有分四種不同的mark 這之後再分另外一集講好了 然後它是其中一個 它就是有機認證的 就是它從我剛剛 就像我剛剛講的 它從原物料 然後製造過程都是有機認證這樣子 然後它就是精油萃取 這個是沒有顏色的 然後我覺得還蠻舒服的 它的味道就是 濃濃的精油味 然後這個我還蠻喜歡晚上用的 我買的這個是薰衣草的 我還蠻喜歡的 就睡前用我覺得還蠻療癒的 眼影一樣是用伊莉亞的 我會先用這個 去打眼窩 我這次眼窩不會打到太大片 因為今天會想要 走自然一點的感覺 就是日常一點的 當然它也可以畫到很重的妝 但今天就是想要淡淡的 比較簡單的方式 畫到眼窩 然後下眼影用這個 深一點點的顏色 省了之後啊 我會再加一點點的紅 不用太多 就是 一點點 讓眼睛畫圓一點點 下眼影的尾巴可以加一點點 那他們家眼線液還蠻黑的耶 我覺得 我以為一般的那種有機眼線 液都會做的很 很沒有感覺 可是他們家的我覺得還蠻黑的 而且很好畫 那今天眼線就來 就是在暈完紅色眼影的上方 我會加一點點紫色的 在這邊 讓它的漸層更漂亮 然後眼型也會變得比較完整 融在一起 然後它會有一種 打亮的光澤度 我還蠻喜歡的 先來修容 修容一樣是用這一盤 好險我有這一盤 不然今天這個妝我真的是畫不出來 然後先用這一個顏色 很廣闊主要是 不是說要真的要把臉修小 而是讓臉會有一種很緊實的感覺 然後臉就是會有點往上 這邊也是 主要就是要讓臉的邊界啊 糊開 不要有很明顯的一個 邊邊的感覺 然後今天會選擇是修這樣一整片 但是 因為平常我會比較喜歡 是修這樣一條的 因為那樣看起來會比較俐落 那今天 我要把它打散 輪廓的會修到一點點 它是1028的打亮 然後 我其實在整理的時候 我覺得它其實也可以拿出來 在這個系列裡面 因為 它我那時候記得它是 你有購買的話 它會捐贈 我忘記是2%還是 還是5% 它會捐贈給流浪狗協會 台灣的 那 相對於國外的一些慈善 或者是有機來講 我覺得 它會幫助台灣的精的話 這個我就是要另外拿出來 跟你們介紹 而且它的光澤我很喜歡 這邊是比較容易出油的 就是中間這一條 我如果容易出油 再打膏體上去的話 其實它 持妝度會沒有那麼高 即便我是感激 所以我都會選擇拿粉狀的打亮 去打在我比較容易出油的地方 它就比較 比較會持妝的比較久 然後這邊會帶一點點 但不能太多 不然看起來 就是很出油 唇頰我想要用這個 這是來拉筆的 它很漂亮 很像一個鵝卵石 大概 兩 去年 年初 去年年初 去年年初吧 我就很想要這個 它應該是陶瓷的 它也是有機彩妝 然後 它也有粉底膏 然後護唇膏 蜜粉餅都有 然後我最後會選這個 是想說它唇甲良用 我應該會比較常用得到 它包裝是這樣子 很漂亮 打開來 盒子我都還留著 然後我也都捨不得用 打開來就覺得超美 就是一個藝術品 然後它是這一種滑開來的 感覺 其實跟之前看到MK那個 還蠻像的 可是我就覺得 嗯 好 我沒有 沒有說 不知道要說什麼 因為 它們家好像是真的是先出的 那這個 這個不好說 但我沒說 好 然後這個我都還沒用過 所以我第一次來用用看 它的質地 蠻 不會黏 然後也不會乾 然後顯色度就是還蠻安全的 這就是我還蠻喜歡的顏色 我是說其實想要挑紅色 因為 之前買過那個 Yes and other story 然後它的 它的紅色的 那個腮紅膏 我非常喜歡 因為 就是超自然的 其實紅色的腮紅膏是大家都還蠻適合用的 在臉上都會超自然 因為就是自己的血色 那今天來用看看這個 它是帶有一點土橘色 我覺得跟今天的眼影 還OK配 然後今天想要做的是那種大片的腮紅 因為會很自然之外 看起來也會比較簡靈 這種大片 然後它會跟你的 修容會融在一起 就會超自然 摘在嘴巴看看 真的是很自然 沒有什麼顏色 有點像護唇膏吧 那就當面積的塗 塗在邊邊去當那一種 嘴巴加大的陰影 關起來還有這個聲音 是不是很可愛 是有機系列 它上面顯示80%以上 都是有機成分在裡面 然後這顏色 我比較少用 但是因為這個唇色好像真的太淺了 有點塗光 它顏色是這樣子 有點橘橘的 所以我會把它打在 層中間 它現在跟外面 外側剛剛有做 輪廓的地方 連在一起 然後 我很喜歡 用手去暈 因為 我覺得 不知道耶 我很喜歡用手化妝 底妝也是 就是 剛剛那個眼線 我剛剛畫在手上 還蠻 不會掉的 好 畫完 就是這樣子 其實有機彩妝還是會畫得出來 就是大家想要的樣子 所以就是 一種選擇吧 我覺得 它其實就是一種 算趨勢嗎 就是一種 你對社會大眾 關心的一種 連結的方法 是可以讓世界人知道說 這個圈子 選擇有機彩妝的人 如果它的業績成長越多的話 其實會有大品牌去關注到 這個部分 然後他們也會加以更進 所以我們是可以做有能力改變世界的消費者 我覺得素食彩妝也不要太嚴肅 其實就是跟吃素一樣 我最近也想要吃一點素 但不是全素 以前很喜歡喝牛奶 跟奶茶 然後 我現在就是 會去買燕麥奶 外面的咖啡廳 有燕麥奶的地方 就是會去 然後我會 盡量去選擇 有燕麥奶的咖啡 我會強迫自己去做 勉強的選擇 或者是我強迫自己 一定要怎樣 因為我現在都還在適應期的階段 那我知道我的身體 必須要去跟上我的選擇 我覺得有哪一天 應該就是可以完全 先從這個地方開始階段的話 就是另外一個成長的開始 肉也是 我現在一天 我可能一個禮拜也會吃三天的肉 其他都是盡量吃蔬菜 但就是盡量 不要強迫自己的身體 有太大的改變 因為你的身體 也是慢慢的必須要去接受這個東西 跟習慣 選擇跟你的意識是一起的 當你的選擇開始變化 開始不同的時候 我覺得你的思考模式 跟你的意識 都是會跟著你的選擇一起走 這是最近的心得 希望今天帶給你們的這些內容 你們會喜歡 那下次再見 掰掰